这个昆草想修 可以成就了 然后啊 你看那个 当前的观世音菩萨 所以啊 观世音菩萨 就是圆童谷佛 圆童谷佛 出生的观世音菩萨 让我们完成 这个昆草想修 可以成就了 然后啊 你看那个 当前沟 当前沟 就是观世音菩萨 丁慧醉来出去 所以啊 他们是一体的 圆童谷佛 然后观世音菩萨 然后啊 出生两两 一体的 你说他是三个吗 见相是三个 可是来源是一体的 这样我们就更宽广了 咱说 出生两两 就是观世音菩萨 就是 圆童谷佛 所以啊 这个呢 就是东 那么因生 性动静 那个因生 他的性 动 有声音 静 没有声音 所以没有声音 也叫声啦 我们都有声音的时候 有有有 没有声音的时候 没没没 是我们的生活习惯 没声的时候 没没没 没声听就没 也是一样 佛心丁佛 所以呢 因生的性 动静 吻中 为有有 我们吻中 有声音就有 没有声音叫无 那吻声呢 号无吻 没声人说 哦 没没 非时吻吻性 不是说 吻性没有啦 我们也同样听到 生吻既吻媚 没有声音的时候 我们吻性没有媚 生有啊 亦非生 声音有的时候呢 我们也没有声 所以生妹二远离 生也远离 媚也远离 事则长 所以啊 这三个 一个言 一个通 一个长 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啦 言 通 成 长 那么 重令啊 在梦想 不为呢 不失伍 我们在呢 梦想的时候啊 一样啊 不是说 我们没有 六根 已经没有用了 就全部什么都没有 哦 绝观呢 出思维 哦 我们的绝 活性问题 我们的观 活性的功能作用 超出呢 我们的思维 哦 身心呢 不能挤 哦 那个身心呢 都到达不了 那么 众生呢 谜本文 我们众生呢 弥媚啊 我们根本的文性 哦 就是弥本文 寻生呢 哦 故流转 我们都哦 追寻声音啦 一直在追声音 所以才六道人回 哦 追啦 哦 这个寻生呢 才啊 流转 那 将文持佛佛 我们将我们的文性啊 来受持佛所说的佛法 何不呢 自文文 为什么我们不自己啊 用自己的文性 来文自己的 哦 不思维的佛性本体 所以哦 这就可以了解哦 这个假如说不讲诫 你看这个文字啊 哦 将文持佛佛何不自文文啊 我们会知道它什么意思嘛 就不会知道了 我想说你说 将文持佛佛 第二佛就是佛法 对对对对 然后文就是佛佛 第二个那个文就是佛性 对啊 所以这样其实就有些佛法 对啊 对啊 我们将我们的文性 来受持佛所说的佛法 何不呢 自己啊 用自己的文性 来文我们不生不寐的佛性本体 你看意思很明显 可是要讲啦 要讲出来 讲出来 哦 这清澈 不讲出来 实佛佛 自文文 就不知道它在讲什么啊 文字归文字 不会漏到我们身上来用 可是讲解出来 哦 原来这样哦 我们不用文性来受持佛所说的佛法 不用 我们自己啊 用自己啊 用自己的文性来 文自己不生不寐佛性本体 这样就好了 哦 你看 真清楚哦 文灰自然生 音生有名子 哦 这个文啊 它不是自然产生 因为声音啊 哦 才有名字啦 哦 因为有声音 那不才能听 音生也有名字 然后弦文啊 与生透 弦就是弦转 哦 弦转我们那个文 哦 我们的文性呢 跟声音啊 脱离 哦 我们文性呢 不要被声音拉来拉去啦 哦 这个要功夫啦 哦 这个弦文 弦转 弦转我们的文性啊 跟声音脱离 哦 那么能脱啊 欲水明 哦 就是能够脱离那个 哦 生存的 那我们要讲什么名称呢 哦 就已经恢复到 哦 那个佛性本体了 哦 这里了解意思吗 了不了解 因身有名字 请你解释再解释 哦 因身有名字 因为啊 有声音啊 然后我们听到啊 啊 然后才有文 才有文的名字 哦 是这样是文的名字 对啊 对啊 因身有名字 啊 假如说没有声音的时候 你要听什么 这个比较通俗啦 哦 一般话 哦 所以啊 我们 哦 了解 哦 哦 感谢观看